bismillah alhamdulillah salatu salamu ar rasulillah natakallim bideen illa ta'ala an aqsam al khawf 凭博词横词的 an la之名 这节课我们讲关于 khawf 也就是害怕 这个事情 khawf yan qasim ila thalati ta'qsam 害怕 一个人的害怕 分为三类 khawf 以bada 是崇拜性质的 害怕 比如你去礼拜 是因为你害怕安拉 而不是因为害怕其他的 你对安拉的害怕而去做公修 而不是对安拉以外者 这是你内心的公修 这种害怕是归信安拉的伟大 而不是害怕安拉以外的任何物 以至于你在读字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你都去崇拜安拉去礼拜 这都是因为你 这个真正的害怕安拉而去做的 如果这种害怕 转变给安拉以外者 那就是大的举办了 有些人害怕封坑里的人 如同就害怕安拉一样 或者更加害怕 或者他崇拜精灵 这都是大的举办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项 在崇拜上的 崇拜安拉上的害怕 如果把这种害怕 转变给安拉以外者 那就是大的举办 第二项我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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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在普通生活当中 所产生的正常的害怕 这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害怕火烧到 我们害怕小偷 偷我们的东西 害怕这节道的 我们害怕狮子 这都是正常的人性的 害怕 这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项 害怕 这个禁止的 安拉所禁止的事情 有些人在这个 害怕安拉上 在害怕这个 安拉所禁止的事情上 这个产生了 这种害怕 比如一个人 他的父亲告诉他 不要礼拜 他如果发生了害怕 那这都是不允许的 我们再重复一下 重复讲一下 第三项 这个被禁止的害怕 如果服从 因为害怕被造物 而不服从安拉了 这种害怕是被禁止的 或者是对于安拉的怜悯 产生了绝望 他没有去忏悔 我们学习了 关于害怕的三个方面 崇拜安拉 功修上的害怕 这种害怕 不能转向 任何安拉以外者 如果转向了 那都是大的举办 第二项 就是我们正常人性上的 害怕 是可以的 如果一个人 害怕这个狮子 第三项 就是被禁止的害怕 如果 如果一个人 服从了 在这个 安拉禁止的事物上 服从了 被造物了 那都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项 比这个害怕 更高的 它就是 这个 恶居 就是位居 位居是什么呢 它是害怕 而且比害怕 更高一层 它是害怕的同时 而且是有知识 这个 普通的害怕 是普通人的 那种害怕 现在所说的 恶居 这种畏惧 是指 学者们的害怕 提取安拉 是我们害怕 害怕 危惧安拉 提取安拉 保护我们 好 好 好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